鄉親啊 你覺得想過 食物為什麼不會黏在前半面上 放微波羅的麵香 為什麼油 不會把包裝杖子液溶起來 因為它都會使用同一種的 合成化學品叫做PFAS 這是一種感染的標明化性質 這種的化學品 是讓人類的生活更加裏面 但是學者當時來發現 這種研究性的化學物質會來抵抗 甚至會經過的制度 由媽媽團給不倒來的孩子 而且這種的化學品 在自然的環境混淨很困難 也很難來排出我們的體育 如果有嚴重水源投用 還會透過的食物連 各國來團圍 對人類的健康有很大危害 目前有很多國家 正在研究要來修法 要來規定到安全的標準 而我們的環境團體是指定說 日空25年之前 臺灣應該來作定相關的規範 像食品保載跟香這片頂頂 必須全面的金融 這是攸關社會 台中的健康和安全 請政府要很重視 他有一個別的名字 叫做永久性化學物質 你把它放到自然環境裡面 它就永遠存在 很典型 內泛泌感到 就是我們傳人講說 環境科的 他農子不見得要 他就有講一句話 充分的研究資料 證明他對人之有害 皮革帶已經是 全球性回眸的污染 不是單一一刻的食安事件 你吃了飽的到底是否是 那些是高峰山的感染 這行花博物質就很像健康殺手 在全球現象的環境有互聯恐佈 哈囉 往前 來到日子彼此當前 就像這球少許有去痛 當時另外一瓶 這百五十百多年條不太貴 那多少 五百一百要辣 各位 由此事物 要去放油做地下 並將吃到素素球所可能搶整棵 您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個薄薄的 爆米花紙袋可以防油又防水呢 最主要就是這個紙袋上面 可能塗有一層 叫做PFAS的化學物質 這個PFAS它並非是單一的化學物質 而是總數超過一萬兩千種的 全幅或多幅的頑基化合物 這PFAS的結構大多都是一端清水 而另一端又防水又防油 因此當它塗抹在物體表面的時候 就像是一層保護罩 可以防止油水的侵襲 這PFAS它的結構穩定 抗高溫耐腐蝕 在人類的生活當中應用廣泛 就是防水、防水、防水、防水 我們有任何東西它需要防水抗油 大概都會用得到 大家可能比較忽略化妝品 總不希望有一點弄到水 它就化掉 所以說加上這些東西 對這些都幫助 它就像上空二台PFAS本水 為人類帶來大便宜 如今保险不穿空 折騰 在這些空氣表面豐富 三口香水 甚至是偏保在 生花四十幾 四季龍外丘 如果一般的民眾想說 我想知道說我買來這個 保重袋上面有沒有 沒有塗膨PFAS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測 隨便一種食用油 用這個鉛筆的尖端去沾一下 自然的滴落在這個 紙袋的表面上 有沒有 這個超明顯的 就感覺油沾起來了 它是一顆很明顯的水珠狀這樣子 對 對 這樣就可以懷疑它有PFAS 旅行第二年 勘修台灣協會 含全郵盛環保組織 國際雲南部的 消毒網路愛片合作 幾乎各國調查機會 減少全球十七個國家 一百十九行 是憑保在PFAS的含量 結果只要94%營養品 減出PFAS 其中來自台灣本營養品 包括數十點 向油沾桃 沒有雙點 爆米香的桃 十三餐阿爸 含西成爪 保在兩阿爸 當中七行 讓減減出來 七個品項裡面 有五個是屬於刻意塗抹的 一達到防油防水的功能 其實八個品項裡面 驗出七項 倒是講的 在估計件裡的結果是滿高的 所有的PFAS家族成員 都有一個類似的特性 就是它幾乎不會在環境裡面分解 它有個別名叫做 永久性化學物質 永久性的意思就是 你把它放到自然環境裡面 它就永遠存在 到底PFAS對人類健康造成 多一些違規 你看看台台稿 但保重占對台灣 四百五十來的金額 減出十大火 這個結果就讓人中心欠 這個測的是台北市的小孩子 大概在2004到2005出生的 台北市也不是工業都市 對不對 你看那時候 這個PFOS PFOS 幾乎都百分之百 PFOS的全國性酸也百分之百 十二點九 當初看到這個結果出來的時候 你們自己有沒有覺得蠻意外的 有 我沒有去比較 跟國際的濃度的差別 我們大概不是一次最高的 不過也算前段半的 你說年年 美國環境感到早期 甚至包括美國、巴西、 中國和日本 上十二的國家 總有像制度被研究 結果顯示各國都 淹出PFOS的母親 以下研究 也真是PFOS 可能透過制度 經由媽媽來影響 台台的健康 看體重就可以了 大部分的傾向會比較 比較小 也比較早產一點 我們最關心的就是甲狀性 因為甲狀性會影響 我們所有的內分泌的平衡 特別是對兒童的神經紀會的發展 都很大的關係 經過登記隊中 登博中高雄團隊發現 PFOS 最不一樣的禮貝金 影響存在檢查 當主席代理 可能體重更輕 當時高雄 手機所不進行 如果持續影響 又怕老街段的有童 開出離棟 神經發展中介 水力不夠 和幾年前 還有下過的健康 到青少年時 PFOS 買對南省高安首篇家 入省新雜色 甚至劉政平衡 和湯牛北東 都會提供各隊真相關 它就是一個很典型 內分泌的感染物質 我們傳統講說 環境科爾蒙 它非常接近像Dioxin 因為這一類的物質 都是內分泌感染物質 它的劑量也不夠 可是這些東西 都是一個持續污染 大家發現 包含先前 九州山一邊 高大高順 冷甘高生上 含有秋甘 火焰性 當一邊 甚至九彎甘 都可能含PFOS 無關黑 尤其PFOS 在林鄭伴隨機等 當年PFOS PFOA 和PFOS需要 等於三年到八年 再當台車 當年PFBS 也最少兩三禮拜 再擺出來 當中台來到了 雷舊不斷標關 不論等於露燭 全不論 全不斷標關 它的關鍵事情 不是濃度 而是時間 孤孤的時間 胎兒子前 幼兒子前 所以孤孤的關鍵 那兒童當然有甚麼 到處玩 也沒吃到 就直接吃東西 這種生活上的污染 它自然 它的風險 PFOS 在林鄉市場 雖然無所謂 不過野地性 含將類必須透過 科學機器 再檔檢檢檢 我們要做這個 食品包材裡面 它有沒有含有 PFOS 全不斷標關 這類的物質 把它剪成小碎片 再用這個球磨機 把它打成這個 更細的粉末 來到台灣特殼 插衣龍 混血是減少 經過林鄉市場 保材創品 透過草苑保體人 進行PFOS 減減牛粉先處理 譬如說飲用水 或者說放油水 費水等等 添取完之後 我們再用這個溶劑 去把我們要的這個 全弧環境化合物 把它沖出來 那這次我們主要在檢驗這些全弧環境化合物的 這個儀器分析的部分 不一樣的話 我們可能需要用不同的這個移動向 把它送到下面來 出了管柱之後 它就會進到這邊 那因為這是液體 那質埔裡面是真空的 那所以說我們在這邊的主要就是做一個 氣化的動作 如果我們的濃度越高的時候 這個訊號就會越強 那我們現在有很多改用 也許是比較短炭煉的 在人體代謝比較快 比較不會累積 像醇類來講 我們叫醇就會在人體裡面 代謝成泉、代謝成酸 所以它最後又會變回到 我們全弧環境那樣的一個結構 所以排出去之後 在環境裡面還是… 不同降解 就是還是持續的 那日上用品 那是透霸空氣最廣告 PFOS無欠 世世代代派前途 美國第一次調查收金球 將美國40%的追蹤水 有PFOS 當地的危險 就變得更好 這些化學物質不管在哪裡排出來 它都有可能 比如說藉著水體 甚至我在吃到排放的 那他們追蹤到 甚至就可以到南北去 南北極跟西藏的雨水中 也射出PFOS 再說一次 PFOS它以前是全球性規模的污染 不是單一一個施案事件 請問台灣對著國際卡布 依照師的個人網絡票 在PFOSA、PFOS PFOS電視界中PFOS補齊 不過團團希望 日後25年 今後不輸入PFOS 全面在做特性化學補齊 其並保證化妝品 和彭智品牌 全面緊張台灣跟創意靠 還滿挑戰的 2025 現在斷了 我自己比較不是那麼樂觀 開始管理這是一回事 更挑戰的是什麼 那新油在環境中 你拿不掉 第一個 我們到底是拿什麼來做提拉品 那第二個是 我們假如說要禁用 那就要列管毒化物的話 那我們就要去做檢測 聯合國它在管制的時候 有它一套非常完整的 一個評估的流程 符不符合 持有性油性物來的特性 確定對人 對生態 對生物 有影響的話 就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就說對於社會經濟的 一個影響的評估 政府的管理的步調 我們就是跟著公約來做 永遠都會有新的機械物質 你不能說等到說 要有健康效應 那就來不及了吧 歐盟的做法 還沒有健康的資料的時候 它是用模擬的 模擬還是可以定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 四片報在 尚氏肥油部小數管理規範 放這片是 經濟部標準 減減教官的 現在還不會當時的環境部 發佈一個管理宿 會關頭的規範 如果更大的規範 又又不會想的規範 我們因為從源頭的部分 環境部要求它限制使用 不得使用在跟食品接觸的物質 目前來講 我們覺得這個部分的做法 是相當能夠 從源頭部分進行控管 環保署的任務是 我們把關鍵的物質標的出來 透過推動小組平台 讓部會把這個訊息帶回去 他們也有他們的審議會 有他們委員會諮詢的動作 再去回去考慮說 哪些物質可能需要定 容出標準檢測方法等等的 所以等於說 在這個介質要不要使用 其實各部會有他們自己的決定權 是 沒有錯 以目前來講 你做一個環境部發育 物質管理所很積極 其實是不夠的 每個部會 通通要動起來 才有辦法解決 這一類的物質的 潛在的風險 參加過很多 現在世界會形造劑 當地的變相應用最一支現 會面對PFOA和PFOA安全 含有標準 後面當地的提案 限制超過一萬中PFAS補出 有兩最嚴重的比特 是由各州各級規範 千秋後面 地州市民保載 竟然使用PFAS 沒有藍州竟然使用PFAS 使用在地板 Clorida州 化粽品和四來各区 別當北有提及PFAS的產品 而台灣僅僅接觸協助 當地的造成替替風暗 我的朋友只做出來的袋子 其實它的房子像 我看這個洋蔥圈 算是非常有產品 看起來沒有生油 第一次的東西 在路由被撈出來 根本的風球抓地下 完全不含PFAS 風球、風水淋滅 不含這個口 但外觀上 其實跟雲油、韓佛的產品 是看不出來的 幾乎是看不出來的 手感上或許會有一點點黏黏的感覺 如果在遇到石器的時候 其他東西完全是一樣的 這是我們的飛塑做出來的杯子 它是沒有淋抹的 它可以防油、防水 它可以以前用杯子倒熱水 所以它很重 一模一樣的 李慧芳妮 第一次做一個藥車 淋食阿秋 成功機會回復後 有助用天然的化粒 代替因故化學部籍PFAS 這是我們水性的天然的一個塗料 這個塗料就是我們從澱粉的結構 裡面去塗化出來的 它容易取得嗎 容易取得嗎 以現在技術上來講的話 你有這個技術當然就可以取得 這個推行上來講 其實不是太大的嗎 不會是太大的難度 機器大概一些乾燥單元 不要去添購 所以它是在配方的一個開發商 我們也製造這些產品三、五年了 應該是進入到成熟期 而且其實滿重要的是 噎者的心態、心態這部分 對 今天PFAS的恐怖 對於夾酒必須重新 更需要專品、典型的心 我一直很強調說 在沒辦法完全消失的時候 怎麼樣正確地使用 會是一個重點 民眾可以做的事情 先去討論什麼是必要用途 跟非必要用途 也許我們早就有替代品 或者是我們根本就不需要 這些PFAS在這些東西上面 健康設置的特效 不能保重視 反正PFAS的幾期 是否救命、救環境 台灣當地的造水健康 也是專業、表出來、性行性